當然是熟豬 熟豬的今年叫做泰瑞三合 人員運都是不錯的 所以人員方面就排第五 這個財運就排第七 因為為什麼呢 今年完全沒有吉星又沒有空星 又不是特別差的 所以全部都算是中游 桃花第五 財運第七就拉回比例第六 不是特別好 不是特別差 又沒有特別的東西要注意 主要都是看自己運氣好不好 如果生了春夏天出世 運氣來說就下降軌跡之中 只不過因為2022你態勢相合 2023又是態勢相合 有機會將你下降軌跡就減慢一點 因為貴人人員運都是不錯的 如果生了秋冬天出世 2022人員運不錯 2023人員運都不錯 有機會將你的質運抬高一點 雖然沒有人變這麼快 都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今年熟豬的你叫辛苦個人力量得財年 如果做自僱人士 做一單實一單的 比如保險全銷地產 甚至美容化妝 甚至乎我看風水之中 熟豬就會看高一線 反而收入穩定的上班族 可能很辛苦做到粗費都沒什麼好處 熟豬的你不錯 12生肖 桃花排第一 為什麼 因為今年是紅蓮桃花 桃花有百利而無一害 不過又要留意 你有紅蓮淨桃花 又有咸池編桃花 咸池就墓水桃花 用果年來果年走 突然間跟已經相性人走在一起 不過用果年來果年散 特別要留意 屬鼠的你 真假桃花都有 當然 如果你單身就多些 物資手 但如果你有穩定感情 或者結婚就要特別留意 避這個談詞桃花 因為那個容易三國關係感情不定 而且如果你拍拖 今年紅蓮聲動也有結婚機會 所以今年紅蓮聲容易結婚 或者有喜事都是叫做紅蓮的 一種不一定是結婚 不一定是男女關係 天丁都叫喜事 除了紅蓮之外 還有天德和福聲 天德是逢空法吉 這個福聲就是貴人聲 所以今年有逢風法吉的聲 又有桃花聲又有貴人聲 不錯 空聲有什麼 空聲只有咸池和卷舌 卷舌就容易口對口 面對面和喊 所以咸池不可以說是空聲 咸池叫做霧水桃花 如果單身來說 無論霧水也好 能夠長久或遲也好 都好過孤家寡人 所以咸池對已經有穩定感情 或者結婚 叫做撇壞桃花 對單身叫做好桃花 運氣方面 一定是生於8月8日 3月6日之前 就看高一線 因為你熟悉的 去到2022日買年 如果你有一個轉變 慢慢慢慢的 逐步逐步踏上升 就軌跡了 相反 如果你3月6日 8月8日之前 出生你的熱命人 如果你2022 這麼不幸 轉了高 應該不會太容易 2023日有得定 就定下來好少少 因為在一個熟悉環境之下 行衰運好過陌生環境之下 行衰運好過陌生環境之下 今年趁著桃花年 包括各方面的人際關係 逆運之後都好少少 所以今年熟悉 無論你是順運 逆運 平命 熱命 寒命人 都是人員幫助之下 看高一線 當然是屬牛 屬牛來說 今年沒什麼特別 又不是雙蔥 又不是雙合 又不是桃花年 所以桃花排第九 有一個很平常 有桃花繼續 有沒有桃花繼續 沒有 不過因為屬牛 2022日重桃花年 如果2022日結了 2023日可能更進一步 如果2022日整個桃花年過了 還是單身 今年春天還可以把握 因為每年會退遲 農曆一月 還是重桃花月要把握 過了農曆一月 還有小桃花月 七月機會 不是很大 所以單身牛要把握 農曆一月 今年吉星有八座 有利地位提升 但今年不是特別升職年 今年財運來說 有少少希望 因為財運排第三 所以牛龍羊狗 令牛都是不錯 只不過桃花人魚 一般 財運排第三 可能每樣要自己 親力親為努力 自己爭取自己的財運 如果你打工有八座 有利地位提升 地位提升 就自然可以加薪 做生意或自僱 都是容易因財運而 而體高一線 空仙只有揚人 有時心情不容易發脾氣 沒什麽特別要留意 如果你生在三月六 八月八之前 因為二零二月是桃花年 有機會將你下降軌跡 是減慢的 希望今年因為財運年 保持得到 相反你生在八月八 三月六之前 也因為你是寒命人 二零二月到二零二日 上升軌跡之中 而二月大約第一年 那今天第二年又加財運年 有希望呢 希望這兩年打好些 才到二五 二六 二七 就進入得更加快了 那屬府的你 二零二月犯太歲 那不要那麽開心 因為每年會退遲 那你二零二月犯太歲 最壞的月 有機會要退到 二零二三的農曆一月 那所以二零二月犯太歲 二零二三農曆一月 都要涉嫌外游散心 平命月明人 涉嫌去西角方 寒味人 涉嫌去東南方 不要去作方向有反效果 那來到這個 二零二三呢 今年你屬號 叫做 墓水咸池桃花 那都叫做人緣好少少 墓水咸池桃花 就真的沒什麽用 因為真正咸池桃花是屬鼠 那墓水咸池桃花 就更加墓水 可能就是 一些很短暫很短暫的桃花 人緣好些 全部人對你覺得你有意思 或者你對人有意思 但是成功機會不是很大的 可能一剎那眼圓 真正成為桃花機會 又不是很大的 那試試努力爭取 那屬府的你吉星有墨月 有你地位提升 空生有亡神 病符和天官符 亡神 特別失物 用營業 銀包鎖匙手提電話 私人物件特別要留意 那病符 小疾病 天官符 普通的是非星 今年不是特別多 是非的年 又不是很害怕的 但是因為始終2022年 你犯太歲 今個春節都要留意 一犯太歲 特別容易有官非 是非 損傷人事不和 那今年農曆一月 都容易手腳損傷 去捐你洗牙化解 和可以去外游散心 和特別要留意 是非 人事不和 亦都可以擺一個風水佈局 因為今年 桃花位 在西南 艾交位 東南 可以在西南擺一杯水 東南擺粉紅色物件 旺人圓化是非 運氣方面 如果你生在3月6 之後 8月8之前 運氣就下降 又加上2022年 辦太歲 可能你下降 鬼證就快了少少 如果你生在8月8 之後 3月6之前 本來應該在2022年 開始上升 有時都會因為 受犯太歲的阻礙 劏慢了你的運氣 希望這個2023 夢水咸詞 桃花年人圓好少少 將你的運氣 大得快少少 因為如果2023都慢 下一個比較快的 流年運氣到25 26 27才快